女人把毛笔伸向自己的私密不稳 用墨汁均匀地涂抹过后 她又拿出一张白纸做了上去 很快大裂骨的形状就被塌映了下来 凭借着这张逼真的画像 拉西开始四处招摇撞天 很快她就攒了一大笔钱 正当她抱着钱开心无比的时候 闺蜜却推门走了进来 脸上露出嘲讽的微笑 原来这一切都是她设下的阴谋 然而拉西对此却一无所知 报复的她甚至拉着闺蜜 开始在大街上挥金如土享受生活 另一边在闺蜜的安排下 几个被拉西坑蒙拐骗的土豪们 偶然在一家小酒馆相遇了 得知拉西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后 几人凑到一起合计了一番 就将拉西绑到了一间废弃厂房里 准备给这个骗财骗感情的女人一个教训 而拉西被折磨了三天三夜后 终于虚弱地回到了出租房里 可当她满脸期待地打开时 却发现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钱财 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翼而飞了